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72章下雪 不过不管他再怎么道歉 叶浩轩就是不理会他 他就是要借题发挥 不管怎么说 得让中医团队的人休息一天 至于那些等着进入假死状态 恢复基因的人 等着去吧 中午的时候 阴霾的天空中开始飘起雪丽 片刻以后便飘起了鹅毛大雪 这是入东来的第一场雪 在窝国这个最繁华的地方 这里的雪充斥着浓浓的抑郁风情 雪下得很大 报窝国气象部门报道 这一次雪是窝国近十年最大的一场雪 不到一会儿 整个东京便笼罩在一片雪白之中 傍晚 叶浩轩和国内的几位艺人挂了一个电话 调戏了片刻 正打算出门逛逛看看雪的时候 一辆车再次停在了酒店的门口 这次出来的是唐义 叶浩轩心中一领 唐义竟然出马了 难道说 他上午借题发挥的事情 终于引起了 古川麻氏的怀疑了吗 他现在对自己那个意思 应该是相当的 不信任吧 叶军 唐义对这叶浩轩一点头 在这个场合 两人还是要装作不认识的 你是谁 有什么指教吗 看唐义紧绷着脸 装作一副严肃的样子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好笑 这家伙简直是天生的演员 我是古川社的山本一幕 对于上午的事情 我很抱歉 请原谅麻氏社长不能亲自向您道歉 唐义对叶浩轩一低头 以示歉意 然后打开车门严肃的说 还不出来向叶军道歉 随着车门的打开 叶浩轩不由得微微的一愣 然后目光变得飘忽不定了起来 因为古川奈是被赶下车来的 不仅如此 他身上还被这两个长长的金条 而且上身还光着膀子 他身上有一块一块的淤青 叶浩轩感肯定 这伤绝对不是他上午打地 倒有些像是被人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顿一样 眼前的情况有些像是负荆请罪的情形 看来在唐义的运作下 古川麻氏和古川奈彻底的决裂了 他甚至让自己这个一项是被视为接班人的义子 在大雪天光这膀子向叶浩轩负荆请罪 要知道这可是下雪天啊 气温前所未有的低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光这膀子 古川奈没有被冻死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滚下了汽车 古川奈跪倒在叶浩轩的跟前 吐出了一串窝雨 虽然叶浩轩听不懂 但是从他严肃的表情中 不难看出来 他是在道歉认罪 叶浩轩相信 如果现在自己要求他切副 这家伙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刀窃下去 用滑下雨 唐义皱了皱眉头道 古川奈用狠毒的目光盯着唐义 虽然他现在恨透了唐义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改用中文 向叶浩轩说 对不起叶军 我为我上午的鲁莽表示歉意 请您原谅 他一边说 一边双手举起一根鞭子 奇异已经不言而喻 那就是叶浩轩 如果不解气 大可以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他一顿解气 算了 不想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 叶浩轩摇摇头道 有多远滚多远 嗨 古川奈如萌大赦 一般重重地一低头 然后默默地退下 虽然这家伙主动上门来认错 但叶浩轩觉得这祸的目光相当的歹毒 如果不及早除去 以后对自己肯定是一个心腹大患 眼见这古川奈退下 叶浩轩笑道 行了 别装了 我发觉 你装窝国人装得挺像的 你刚才那表情还真唬人 我也是被逼的 唐义有些无奈地说 怎么样 离间成功 叶浩轩问道 还算成功 昨天的事情闹大了 古川麻士大发雷霆 他原本是让古川奈请医生来给自己治病的 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古川奈 把事情给搞砸了 非但没有请来医生 反而把你给得罪了 再加上我在一边时不时的山点峰 果然让古川麻士对他起了疑心 麻士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的疑心很重 他有很多理由 相信古川奈是为了让他早点死 所以故意把你往死里得罪 好让你不给他治病 让他病死 呵呵 这老家伙的疑心果然重 能在他身边并取得他的信任 你也不容易啊 叶浩轩笑了笑道 这个并不难 只要你平时多做事 少说话 一般来说都会取得他的信任 而他也只相信这种人 况且我时不时的给他上眼色 让他感觉自己这个意子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夺取他的位子了 唐义说 以你的意思 是这两个家伙 积怨已久了 你不过是在多放了把火罢了 叶浩轩说 不错 他们两个积怨已久了 就算是在亲在近的人 在一起共事久了 也会彼此之间产生不满 更何况 这古川奈 只是一子 唐义笑道况且 古川奈一直认为 古川社的将来是他的 所以 为人处事方面 有些时候颇有几分老板的架子 这早让古川麻事有些不满了 我还有个疑问 叶浩轩想了想说 既然古川麻事是村政左府的附庸 以村政左府的科技能力 按理说 他是不会得病的 但以种种迹象表明 他病得似乎还不轻啊 你也说了 这老家伙的疑心太重了 说真的 村政弄出来的基因药物 本来有一部分就是专门给古川社准备的 为的就是提升古川社的实力 但是这老狐狸从来不用这些药 用他的话来说 这种药的药性不确定 在药性不确定之前 他是不会服用的 再加上村政药起的生命之光 出现了问题 这老狐狸更是拒绝村政所有的药 所以 他才会一病不起 唐义说 果然是个老狐狸 你觉得 他知不知道村政左府的藏身之处在哪里 叶浩宣说 之前若西暗地里 把村政左府有可能藏身的几个地方摸遍了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老巢在哪里 窝国的岛屿太多 一个一个摸过去的话 恐怕明年也摸不完 他一定知道 唐义肯定地说 因为村政左府现在研究的东西很多 在你来到窝国之前 有一次谷川麻氏 秘密往一个地方运东西 我偷偷地看过 里面是一些尸体 甚至是活体 运往哪里了 叶浩宣心中一警 不知道 谷川麻氏做事很小心 他不会给任何把柄 留给别人 就算是运东西 他也会分成好几块 每个人负责一块 不停地周转 东西到底运去了哪里 谁也说不清楚 唐义说 这倒是个麻烦 我们摊上了一个老狐狸 叶浩宣有些苦笑地说 所以 我们要慢慢来 首先 我要取得他的信任 取代谷川奈的位置 这样的话 做事就会方便多了 在这之前 谷川奈是他的头号心腹 唐义说 现在已经不是了 叶浩宣淡淡地说 以你对谷川麻氏的了解 要想完全取代他的信任 要多久 叶浩宣问 不知道 可能会很久 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药 唐义苦笑道 加把镜吧 叶浩宣拍了拍唐义的肩膀道 他得鸟什么病 具体病情 我也不清楚 因为他的病很特殊 好多医院检查了都一无所获 或许他的病 只有你能治 唐义说 那好 我明天去看看 你明天派人来接我就是了 叶浩宣说 你不现在就去吗 唐义问 现在去 一定会引起谷川麻氏的疑心 叶浩宣说 唐义随即醒悟 他有些心急了 他点点头道 那行 明天我派人来接你 不一起 去赏赏雪吗 叶浩宣看了看 天空中仍然飘着的雪花 不了 我会找个妹子 一起去看雪的 这种情况下 两个大男人一起逛街 你觉得这正常吗 唐义说 老子的性取向很正常 叶浩宣不悦地说 我也很正常 唐义笑了笑 然后走到了车里说 明天来接你 先走了 看着唐义的汽车 消失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 叶浩宣不自由主地吐出一口浊气 他踩着地下的积雪 向前方走去 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起来 村正左府藏得很隐秘 浅田中村已经把他有可能藏身的几个岛屿 对叶浩宣说了 陈若熙和几名侦察员在这几个岛屿之间转了数次 仍然一无所获 看来想弄清楚村正左府的藏身之地 只有从古川麻室身上下手了 但这个老狐狸隐藏得太深 叶浩宣在考虑要不要抓到这老小子 用搜魂术在他脑袋上过一遍算了 这样最为简单粗暴 省时省力 但是想想还是有些不妥 指不定村正左府在他身上动过什么手脚 万一用墙的话 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所以叶浩宣只得暂时的耐住性子 叶浩宣一边走一边思索 渐渐地走得远了 这个时候雪已经彻底地停了 大街上流下了足足有两尺厚的雪 大街上有环卫车在缠雪 两边的店铺店主也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扫雪 偶尔有一两个情侣一边拿着相机拍照 一边恩恩爱寿 看得叶浩宣一眼羡慕 心想下雪天 有人陪着逛街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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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